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晨颖 欢迎收看投资轻松聊的学习系列 这是一系列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 在我们证券分析 股票买卖的时候呢 好要参考哪些的部分 然后来增加您投资报酬率 目前进行到的是第73个单元 技术面里面的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里面的第三个部分 MACD指标 好 MACD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常用的指标 以前我们介绍过RSI KD 这次是MACD了 那么上面是英文 各位它还有中文啦 那因为中文很长 而且记中文对你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写中文 那么基本应用记住 MACD里面的话呢 有一条叫做DIF 有一条叫做MACD 大于0的时候是多头 小于0的时候是空头 这是基本应用 DIF由下往上穿过MACD的时候呢 是买进讯号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叫做柱状图 等一下我们看这个图表 各位就清楚了 DIF由上往下穿过MACD的时候呢 柱状图就会小于0是卖出讯号 你能不能发现它这个应用的方式啊 跟我们以前介绍过的RSI KD有点像 基本上它们两种的指标是不一样 但是呢它告诉你的逻辑 什么由下往上穿过是买进讯号 由上往下穿过是卖进讯号 大出大于多少是多头 小于多少是空头 所以其实呢很多技术指标的基本观念啊 应用的方法是有点类似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图表 比如说台硕好了 这是台硕的日K线图 还有MACD 上面的话是日K线 那底下的话呢是MACD 那么这里的话我用的是还原的日K线图 各位红色的线就DIF 蓝色的线是MACD 那么DIF跟MACD的话呢 大于0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中间啊 这条的轴叫做0轴 所以各位RSI跟KD的时候呢 我们讲说它在0跟100中间做波动嘛 但是MACD的话呢 它是有一条的线叫做0轴 那么这DIF跟MACD在0轴以上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多头居多 但是呢在0轴以下的时候呢 是空头居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DIF由下往上穿过这个地方呢 由下往上穿过的时候是买进群号 有没有看到 这个对照上面的股票走势其实还蛮OK的 那么由上往下 DIF由上往下 红色由上往下穿过蓝色的是卖出讯号 股价也出现回档 所以可以做参考 那我个人呢在用MACD的时候呢 那么它没有像KD这么敏感 那么所以各有好处 就是说呢比较喜欢积极一点的朋友的话 可能是KD或RSI 那比较属于这种稳健一点的 就参考MACD 好接着呢我们看 我要特别提醒了 背离 价格创新高指标没有创新高叫背离 价格创新低指标没有创新低背离 这个RSI跟KD也有 所以我先前跟投资朋友提过说 我们把那个运用方法记下来就好了 什么指标不是很重要 这指标能帮你赚到钱就是重点 高档出现两次背离的时候要小心 低档出现两次背离的时候呢 要小心 高档出现两次背离 有可能往下修正 那么呢 低档出现两次背离 有可能反弹 好 这个呢我想背离啊 我们各位朋友就很清楚 实际上运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这个是国态经的走势图 好各位 我们刚刚提到了 股价往上创新高 但是指标没有创新高 所以各位看一下 这里的话是指标 然后呢这个柱状图的话 在这里是高峰 然后但是股价的话呢 在这边才出现高点 但是柱状图的话呢 就没有出现高点了 这个在0以上交叉向上 我们讲说它是转正翻多 但是呢交叉向下的话呢 是翻空 所以这个时候要做留意的 就是股价如果在表现得很高 而且表现得很不错的时候呢 指标却没有跟上来 好我们就要比较谨慎一点 好接着呢 我们就把这个指标 做一个重点的总整理了 有点跟RSI KD有点像 但是它多了一个柱状图 可以去当作方便做参考 那DIF MHD的时候 大约0是多头 DIF MHD小约0是空头 那么DIF由下往上穿过MHD 是买进讯号 由上往下穿过MHD的话 是卖出讯号 股价创新高 指标没有创新高 股价创新低 指标没有创新低叫做背离 有可能反转 就在低档出现 有可能往上 在高档出现 有可能往下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各位朋友了 指标的话呢 当作我们的参考 然后还是要搭配 其他的分析方法 一起来做运用 这样就可以提升 我们的投资报酬率了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